第65讲 我们来讲一下内收肌里面最大的一块肌肉 叫做大收肌 这块肌肉具体的腐着点 腐着在坐骨节节 往前坐骨支 指点在鼓鼓粗线 以及内收肌节节 你会发现 腐着点鼓鼓粗线和内收肌节节之间 这有一个空隙 那么大收肌和鼓鼓之间所形成的这个空隙 叫做收肌裂空 这里面有神经和血管在这边走行 分别是这个闭孔神经和鼓动脉 后面我们再具体讲它的意义 你首先知道这一个比较大的肌肉 它的辅着点也比较复杂 大收肌它的功能 可以使髋关节内收 那么同时前部的肌纤维 可以使髋关节前驱 后部的肌纤维收缩 可以使髋关节后伸 那么还有前部的肌纤维收缩的时候 如果下肢固定 可以使骨盆前倾 后部肌纤维收缩 可以使这个骨盆后倾 所以它的功能上来讲 不同肌纤维之间有结抗 也有协同 那就意味着这块肌肉对于 骨盆的稳定作用 对于髋关节的稳定作用非常关键 那就给肌关节的三角肌一样 既有前驱的作用 也有后身的作用 所以三角肌对于 肌关节的稳定就非常关键 那同样 大手肌对于骨盆 对于髋关节的稳定作用 也非常关键 因为有前驱 有后身 有始骨盆前倾和后倾 那这样的不同肌纤维 来看几个动图 你看 后部肌纤维收缩 后身 前部肌纤维收缩 前驱 那第二个方面 我们来分析一下临床分析 第一 内收肌 这个大收肌 如果在长时间敲二郎腿 长时间短缩 或者说侧卧位 晚上休息的时候 长时间内收 或者是受到牵扯 而造成这块肌肉的损伤 形成斑基点 那么会造成局部的疼痛 甚至会放射到盆底 到内脏 盆腔内脏都有可能 肌肉形成斑基点 或者触发点 一局部的疼痛 二上下 上主要是到盆底 到盆前 下会到膝关节的内侧 甚至到小腿的内侧 那第二个方面 生物力学分析 大收肌和其他的内收肌一样 有内收 髋关节的作用 那么同时 大收肌 也和其他的肌肉非常相似 那就是 这个对于髋关节的作用 和骨骨的位置 有很大的关系 当骨骨往前 已经做髋关节曲曲的时候 这时候肌肉 可以有后伸的作用 如果骨骨已经往后走 做后伸了 这块肌肉收缩 可以做前驱 这样的动作 那么再有 前部脊纤维和后部脊纤维 可以使髋关节前驱 和后伸 那因此 这一部分肌纤维收缩的话 共同收缩的话 可以稳定髋关节 也可以稳定骨盆 所以当骨盆前倾 或者后倾的时候 常常提示 内收肌群功能障碍 稳定不行了 所以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大家了解这个 那么内收肌紧张的时候 也会造成 髋关节外斩肌的搏入 比如内收肌太紧 臀中肌会薄弱 那致使节抗肌 它们之间的有一个交互意志 这样的原理 那第三个方面 内收肌如果摸到里面有调索 有压痛 有病变 针刺手法怎么都无法消除 这个痛点 这个结节 那这个时候你要想到 可能是这块肌肉的领导 神经出现了问题 大收肌的神经 神经之备是壁孔神经 壁孔神经容易开点在哪 在壁孔管 壁孔管 壁孔神经从这出来 如果受到激热 可能表现为内收肌 这里面有节节有痛点 这是神经有问题以后 可以造成大收肌的空洞站 那么同样 大收肌出现问题以后 在收肌裂孔 看这 收肌裂孔里面 走形有一个壁孔神经 壁孔神经的后支 往下走到国窝部 那所以 如果大收肌 收肌裂孔这个地方 出现了损伤 压迫到壁孔神经 那么壁孔神经 受到压迫以后 表现为 国窝部的疼痛 所以国窝部的疼痛 不要忘了这个 收肌裂孔 那第四个方面 筋膜链的思路 大收肌往上 辅助在作物节节 辅助在作物质 那其实和盆底筋膜的关系 就直接延续到一起 所以有一些患者痛心 有一些盆腔脏肌的功能障碍 你要找不到 这个大收肌 同样 往下延续也是一样的 那么大收肌有问题 有可能是盆底的问题 或者是筋骨后肌有问题 造成了大收肌的问题 筋膜链 我们了解了 在这条筋膜链上 任何一个点有问题 会造成其他部位的病变 或者是疼痛 那这块基础的触针检查 首先你要找到骨薄肌 骨薄肌前边我们讲过 先摸到这个 吃乎节节 吃乎节节往下 这个地方是骨薄肌 然后骨薄肌往后 这个地方是成了锅生肌 成了锅生肌 主要是半剑肌这 半剑肌 在骨薄肌和半剑肌之间 骨薄肌半剑肌之间 这个地方有大收肌 这个大收肌往身面去处征 大收肌的签证 换着仰望位 这有一个墙面 靠着墙 脚 脚 这个下肢 下肢 外展 下肢外展 利用重力的作用 将大收肌进行签证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大收肌 不同肌纤维之间 有相互结抗的功能 所以它对于骨盆 对于这个框关节的稳定 非常的关键 那由于它的辅着点这 有盆底肌也在这 所以它和盆底的关系 也非常密切 因此我们要了解这块肌肉 第一 附着点和功能 第二 临床分析 临床分析里面 我们需要知道这块肌肉有问题以后 可以造成局部的疼痛和盆底 甚至小腿内侧的疼痛 那第二个 是用力学分析 第三个 这块肌肉有问题 也有可能是避孔神经 在避孔管那受到了卡 最后一点 是筋膜链 往上它和盆底 和卡腰肌 往下和颈骨后肌 通过裹肌 连在一起 这条筋膜链上 任何一个点有问题 也会造成其他部位的带肠损伤 以上是内收肌里面 最大的一个肌肉 打收集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